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蔬食新闻是什么 过着富裕生活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子哈利德 因为一次南非的狩猎活动中 看见动物的痛苦 而决定开始成为植物性饮食者 这位素食王子最近更宣布 未来打算在阿联酋 巴林 沙烏地阿拉伯 科威特 黎巴嫩和约旦 开设新的素食餐厅 来解决中东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 东方人的饮食当中除了白饭之外 面条是许多人不可或缺的主食 但是你真的认识面条吗 你知道面条里面有哪些小智慧和食安问题吗 今天的蔬果生活制 要带大家好好解析白面条的密码 看见80年老面厂的新转机 以及探访始终维持传统晒面的台南观妙面 让我们一起面对真相 煮面 吃面对许多人来说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它太平常了 所以我们反而很少好好关注它 今天的蔬果生活制 特别针对面条中的白面 做了一系列的报导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建立 对面的观念和小知识 杨春面 干面 泡面 肚子饿了就来碗面暖暖胃 但习惯吃面的同时 你可曾仔细了解过面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不同领域的面食达人 来告诉你关于白面的小知识 以面条来 面食来讲 它大分类就是分为干面跟湿面 那干面里面就分油炸性跟非油炸 那非油炸的就是属于 我们传统的干面这样子 那最容易看到的油炸的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泡面 在中国叫方便面 那以传统来讲 干面它能够这么久保存 就是因为它制作简单 因为水分较少的关系 干面比湿面容易保存 而无论哪一种面 它们的制作成分都非常单纯 因为盐它是一个很好的防腐剂 那对口感的Q度也很大的影响 当然盐分越高保存就越好 通常面线是最容易保存 可是它咸 在过去的年代 传统制面的盐分比例通常比较高 现代则是随着饮食观念的演进 因此制面的盐分普遍减低 除此之外 面粉也是决定面条特色的关键 主要原料就是面粉 那面粉的话 它有几个分类 就是属于高筋 中筋 低筋 那高筋的话就是蛋白质含量 在13.5%到11.5% 那中筋的话是11.5%到9.5% 9.5%到7.5%是属于低筋 那根据面的特性不同 那所以有不同的一个配比 在制面人的隐藏配方里面 高筋和中筋的配比 就是各家制面厂的秘方 也是许多老师傅不说的秘密 吃了这么多的面 你真的了解它吗 在2015年 台湾曾爆发多家面厂 违法添加棚杀的问题 究竟面条里面 有哪些我们不清楚的隐形危机呢 在饮食危机的年代 我们更要用放大镜 来检视我们所吃下去的食物 曾经在食品监督领域 多年的丁宏斌 也和我们大方分享 关于面条的食然问题 譬如说本甲酸 又称为安息香酸 它这个都是防腐剂的一种 那吃多了 对我们的肠胃系统 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那另外一种就是漂白剂 那有的叶子为了让面粉 那个看起来卖相好看 那就增加漂白 它就用漂白剂 那漂白剂它漂白 还有那个防腐的效果 那个这对身体也是有害的 过去台湾的面条市场 曾经发现违法添加棚上的问题 索性目前已经明文规定禁用 但面对不同类型的干面与湿面 它们有哪些危机呢 那油炸里面它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 它有油炸过以后有油 那油的话 在高温下很容易酸白 所以要加一些抑制酸白的东西 那我们就叫它防腐剂 了解完干面的问题后 针对于许多市场和面摊上常见的湿面 又有什么必须注意的地方呢 所谓的湿面就是它含水量30%以上 甚至有到65% 那它就直接制成面条之后 就可以拿来煮 那最常见的就是洋葱面 那因为它已经是含水量高 所以很容易细菌生长 所以要添加一些东西 让它不至于坏掉 不然它的湿面就很短 但不是说就一定有问题 就是说比较会发生这个问题这样子 另外除了干面与湿面的添加物问题外 房间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的面条 也存在一些安全疑虑 值得我们好好检视一下哦 因为我们那个面纹里面 它有类湖泊酥跟类黄筒 它本身就会有一点淡淡的黄 那有的业者 它为了让这个黄色更鲜艳 看起来卖相更好 所以他们就会添加一些渗宿进去 复杂的时代 越简单的食物越难得 要避免祸从口入 就得仰赖每个人的监督 与对饮食的重视 一份工作持续做多久 才能称得上是职人呢 在台中一位老厂长和传承80年老面厂 转型新生的故事 让我们走入面职人的世界 看见他们的致面之道 看着正在风干的面条 致面厂老厂长刘聪明 这一生只做这件事 那就是本着良心好好做面 十三岁 刚才到七十三岁 头的年 六十一年 以前的作品是打太阳 在外面反而逃跑 所以都用手拿去温暖牌 很辛苦 我们也打得比黑人 作品的人 原来他的气氧原来会影 这个山头在打黑人 蜜就要开始收了 所以这个辛苦的当中 无形中判了人的一个出境 跟台厨人在那边 人在那边是比较记住 跟天地在那边 这不是小瓜人 无法投糖浸来的 所以我们都在那里面 我们是要走到里面 我们不是我们要冲头出来 要直接收了 从少年做到老 练就一身真本事 从搅拌面粉的瞬间 刘聪明老厂长就能立马知道 面条好坏 这样就是已经香好了 你如果不知道 你手跟咪咪 把地方也夾几粒 会Q 然后我们已经有Q了 对 搅拌已经成功了 这样 你如果说来 看着就知道 手也不用摸 我才知道 米粉倒下去 水下去 这个搅拌 会产生 发烧了 有一些时间 如果那个时间到 他快倒下去 你再放一粒 三分 五分 他在烧度 会流沸 如果影響麵的顏色 你照挑戰的時間外 也很清白 看起來很好看 你攪拌過久 它的麵的顏色 稍微黃黃 研習日本時代嚴謹的製麵程序 劉聰明老廠長對麵的製作一絲不苟 就連風乾麵條的過程 都能靠手感判斷濕度 一路一路不一樣 因為速度 一路不一樣 這裡比較大是主要 只有十九豆瓣 就這樣做多少就知道了 這就是經驗啦 如果麵拿起來有刀不刀 這個有刀不刀 我們會影響吃的口感 麵不刀不刀不刀 還有客人 還沒刀不刀不刀 因為如果你有刀不刀 每個人買的標準 我們有刀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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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的 一方面可以把我們最好的東西 拿去做他們的麵條 做出最好的麵條給大家吃 當然是好的 因為你要把蚵仔放在麵 我們從初初的想法是說 這種是要怎麼做 你蚵仔蒸熟了 要怎麼去做 跟這個米粉結合 去做這個米條 是要怎麼做 一個真正營他們做到了 還做得很好 不同於其他人用香精與色素 老廠長堅持使用真實物入面 寧願按部就班的把一件事情做好 也不願意取巧走任何捷徑 我們沒有那個香精 也沒有那個食屬 我們沒有 我們不可以打一步插槽 我們不是只要吃肉 我們是要吃客公 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目標 融合台灣在地食材 和意思不口的製麵技術 讓麵也能夠千變萬化 接下來我們來到台南 去拜訪 堅守傳統製麵技術的觀妙麵 台南歷史悠久的製麵場上 一排排觀妙麵正接受著陽光的洗禮 製麵技術的傳承者李玉珍 緩緩說起觀妙麵的歷史 剛才說好以前 剛才日本時代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在製麵 那陣子就是大家都沒人吃 孫子吃的東西都比較少 那有些人都想說 要用什麼情意來製麵 所以剛才那時候都說 爸是三海公家 三海朋友在公家製麵 製麵 那之後慢慢的個人風景 才會做 李玉珍從13歲就開始學做麵 如今一黃眼也50年了 在他的眼中 他認為製麵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麵粉 水 鹽 以及氣候 我們最主要是做曬乾的 甚至可以儲存 如果曬乾後也可以放一年 這個大自然的東西 曬太陽比較好 曬太陽比較香 它比較香 舒純 可以放得太久 最主要是打起頭 會比較蓬 會蓬起來 你如果想冬天比較有發風 你如果做得比較淡 它的麵會變開 那露天最主要 淡乾都要熬得好 不然你如果做得太淡 打給它燈燙燙燙燙 你如果做得太淡 不可能是要切燙燙 冬天的冷風 夏天的日陽 都是決定水分存在麵條之中的比例 所以你如果想冬天的軟軟 就表示不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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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於堅持傳統晒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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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很不正 了解这么多的面知识 以及看见不同的达人 坚守本位的制面之后 为了珍惜这些达人的真心 我们也即将公开 来自民间高手的煮面技术 教你煮出一碗Q弹不软烂的面条 煮一碗好面 看似简单 却有着许多的小技巧 今天我们要拜访一位民间高手 林美玉 他们家代代相传的手艺 可是传承于民国六十年代 家喻不小的宗珀三 也是他的父亲 彰化师 他在这里已经做几十年了 做几十年来 跟我们这些鸡肉下去做 要我们这些鸡肉下去做 只要赶我出来 不满面 如今 林美玉的女儿王亚军 继承了母亲的料理技术 她决定与大家分享 黄金煮面原则 那一般我们煮面的方式就是 先把热水给热滚了之后 把面倒下去 那倒下去之后呢 因为观妙面它有一个特性 跟一般面不一样 它会比较 煮的时间需要久一点 而且火候需要大一点 那大家会看到我刚刚在里面的时候 我同时拿着长筷子把它剥开 还是因为观妙面它有折痕 对 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直的 对 它就没有像这种折痕的 那我妈妈采用它有折痕的原因是因为 它煮起来香气会比较香一点 对 那一般 它的长度也会比较长一点 那一般有些店家他们用的是比较 就是直的 它比较不需要做到这个 腰面的这个动作 对 那它如果折痕的地方 你没有把它弄开的话 那那个折痕的地方可能会不熟 对 或者是粘在一起 每个人喜好不同 所以王亚君也建议 在家烹煮的朋友 可以先咬一两条面 试吃一下口感 再决定是否继续煮 决定好口感后 接下来便是面条Q弹的诀窍 当你喜欢这个口感的时候 我们再加入冷水 对 帮它做一个冷却的动作 这样子面条它会吃起来比较Q弹 那冷水加下去之后 就不要再煮了 立刻把它捞起来 对 这样子它会比较Q弹一点 你如果再煮的话 可能就烂掉了 那捞起来之后 我们会习惯加一些沙拉油 加一些沙拉油的原因是 我们要让那个面条 它不会粘在一起 如果说你没有马上要吃的话 其实你马上要吃的话 也是可以加一点 因为它会有沙拉油 会带出一些面的香气来 另外 平常我们在家里煮面 又有哪些NG煮法 是必须要避免的呢 那一般家庭里面 你如果说没有快速炉 没有这种大火的工具的话 你可以在煮之前 在它滚之前 你使用多一点水 才不会说你两三卷面 放下去之后 要到达它滚的时间还要很长 对 你如果水够多 然后那些水都是很高温的状态 像你丢两三卷面下去 也不会影响说它降温降得太多 保持火候 维持沸腾的状态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 才能软硬适中 刚刚好 如果说像一般大众在家里面 自己煮面条的话 如果只是准备一个冷水的话 慢慢地把水温加热 然后面条是丢进去的状态 你必须要做一个 把面挑开的那个动作 那水慢慢地加温这个过程 有可能会导致你的面条 到煮熟的时候已经过于烂 因为它毕竟是粉做的 所以它有可能会瓦解在冷水当中 你如果一大火下去煮 它很快就熟了 它可以节省掉这个过程 学会了煮面小配包 大家不妨在家动手试试看 看看是否能够煮出 最适合自己口味的面条 首先我们挑地瓜的时候 外观要完整不要有破损 那这时候如果你挑选了太多 熬动的地瓜 都容易影响到它内部的口感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看它的 表面有没有发芽 有长芽的地瓜 它表示它的地瓜比较没有那么新鲜 那也容易影响到的口感 再来一般传统认为 马铃薯长芽 我们就尽量不要食用了 地瓜是可以食用的 但是发芽处太多也是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在挑选的时候 如果一两处发芽 我们把它挑掉 一样是可以食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外观的部分 尽量不要挑太多长芽的 像这个已经长了芽的地瓜 表示它长芽的地方 已经快发芽了 这时候也是比较不那么新鲜的 那这些小技巧你都要学起来 我们没有买回来的地瓜上面有很多成土的部分 你用清水用手指头稍微把它抽起干净 然后待会在料理前把外皮消除就可以料理了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保留它的外皮 因为地瓜的外皮它有很多的抗氧化的成分 在营养价值也很高 建议您可以用拆瓜布 把它慢慢地仔细地把它表面的成土给它 搓除把它去除掉之后再来料理它 如果你今天是要保留外皮用烤的方式 你直接去烤箱烘烤就可以了 那如果今天要做其他的料理 你可能煮甜汤或者是煮粥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的皮剔除掉 像这样子我们在剔的时候 如果遇到有牙眼的时候 这个牙眼的部分没关系 我们先刨一下 待会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稍微挖除 把这个牙眼的地方挖除就好了 那我们常见的地瓜的切法 因为我希望它能够快速地软烂 那我会建议可以用滚刀的方式来切 这样子滚一下 大小依照你的烹调需求 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 例如说你要煮地瓜汤或者是粥 这都是蛮好的一种切法 那另外一种切法是把它切成丝的状况 如果说你家里有刨刀器 你可以直接用刨刀器来刨它 那如果没有呢 我们也可以用刀子 直接先把它切成片状 切成片状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切成细丝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两种切法都是比较常见的 那提供给你做参考 首先如果说我们地瓜买回来 没有当下马上处理的话 记得要买带一点盛土的地瓜 因为带一点盛土的地瓜 表示它没有水洗过 它的保存期间会比较长 那你买回来之后呢 你其实保存非常简单 只要放到家里的通风阴凉处就可以了 那记得 虽然它保存时间可以比较长一些 也比较容易呢 但是还是要尽快使用完毕 当你发现它如果有开始有冒芽 或者是长虚的时候 像这个长虚 还记得吗 它的长虚就是开始要冒芽了 所以要尽快把它使用完毕 一万小时的持续练习成就一位专家 今天我们看见不同的面达人 不只用时间换取技术 他们还用良心 为大家做出最安全的面条 或许下次在品尝面条的时候 不妨好好感谢这些职人们 他们坚守本位 又不忘初心的精神 苏果生活志告诉您舒适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